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大肉粽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给我个点赞评论分享 好人有好报 感谢你们的支持 好 视频开始了 端午节是我国传统的特色节日 自然少不了人人爱吃的粽子 粽子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美食 由于地狱的差异 形成风格迥异 口味五花八门的粽子 从大的方面来说 分为南北两大流派 南方以咸味为主调 北方以甜味为主调 除了甜咸之争外 哪个地方的粽子好吃也是正义的点 看看有没有你家乡的呢 北京豆沙粽 北京粽子可以说是北方粽子的代表 大多都是甜口 也是粽子甜咸之战的主力军 其特点是个头较大 形状一般是四边形或者三角形 大多数是以红枣 豆沙做馅的糯米粽 也有少数也采用国府为馅的粽子 是粽子界里最甜的一种 山西黄米粽子 辈分最大 资格最老的 当手推山西黄米粽子 粽子最早被称为脚属 脚描述的是粽子的形状 而鼠则描述的是粽子的馅料 鼠是中国人最古老的主食 也即是我们俗称的黄米 它和糯米一样口感都是非常糯 和红枣搭配起来做成的黄米粽 宛如黄金裹上红宝石 蘸着白糖或者蜂蜜食用 特别软糯清香 甜津津的 浙江嘉兴粽子 嘉兴粽子是浙江嘉兴特色传统名点 可以说早已是中外文明 而且历史悠久 嘉兴的粽子以糯而不糊 肥而不腻 香糯可口 咸甜适中而著称 由以鲜肉粽最为出名 被誉为粽子之王 与其他地方的粽子不同 嘉兴的粽子制作十分烤旧 糯米在包之前要进行腌制 混合猪后腿肉 再加一颗蛋黄 吃起来才香浓油润 福建烧肉粽子 福建烧肉粽子是典型的南方粽子 尤其以泉州烧肉粽子最为出名 还保留着浓郁的闽南古早风味 泉州烧肉粽的馅料堪称豪华 除了糯米 加入腌制的五花肉 香菇 干贝和虾米等山珍海味 制作时先把糯米尽后晾干 拌上卤汤 葱头油 放在锅里炒得又干又松 再与红烧猪肉 搅拌均匀 用竹叶包好煮熟 吃法也特别讲究 煮熟后趁热沾上花生酱 辣酱和蒜蓉 鲜美无比 堪称特别 四川辣粽子 四川人喜欢吃辣 所以连粽子都有辣味的 川味辣粽多以浇粉 川盐 味精和少许辣肉为馅 煮熟后再用木炭烤黄 这种辣粽表面酥香 内馅软糯 口感辛辣 风味十分独特 是四川千古流传的名点小吃之一 广东果蒸粽子 广东粽子可以说是南方粽子的代表 种类丰富有多种做法 尤其以赵庆果蒸粽最为出名 果蒸粽虽然叫果蒸 而实际上不是蒸熟的 仍然是煮熟的 粽叶用本地特有的冬叶和水草 外观被做成金字塔 条形 三角锥形等造型 内里放猪肉 绿豆 五花肉 腊肠 咸蛋黄等 出锅之后五花肉完全煮成肥油 被糯米所吸收 吃起来滋润软糯 口齿流香 广西枕头粽子 广西的粽子是长条形的 就像一个饱满的枕头 体型风鱼 中间微微的拱起来 里边的馅料种类也非常丰富 有一块长长的猪肉 半肥半瘦 再装满板地 红豆 绿豆之类 尤其个头比其他粽子大很多 单个就有两三斤重 要用十张粽叶一层层裹住 因形状酷似枕头 所以也叫大枕头粽 这么一颗粽子 算是粽界的巨无霸了 全家都能吃饱 总结 以上就是最受欢迎的 种特色粽子 从南到北个不相同 看完了这么多种粽子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种口味的呢 你还吃过哪些奇特的粽子吗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哦 好 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请给我各点赞评论 分享感谢支持 小伙伴们对大肉粽 有了解了吗 感谢支持 请不吝点赞评论